神话剧里的美人们 个个又美又闲 说完了武侠和汉潮的美人剧 小八带大家一起来看看神话剧里的美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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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还不如两美在一起开心过日子呢 刘诗诗的新十四娘又是多少人对她的出印象啊 一袭白衣超凡脱俗 虽是胡药但心地善良 最后变成仙女的结局实在是太美好了 风声 鹿儿 谢谢你们让我知道 什么是情 什么是爱 从中超脱出来 再见 她的情敌则是李天眼的鹿儿 虽然造型呢多多少少封印了她的颜值 但依旧抵挡不了她的戴萌可爱 还有孙丽演的幻娘 冰青玉杰 刘小杰演的梁公 灰头土脸的样子都掩盖不了她的美丽 林嘉宇演的侠女徐木娥 这一起进装穿在身上 我只能用英气十足来形容 还有曹西文演的林岳福 温婉可人眉目如画 聊斋奇女子每一个都美得很有特点 活佛技工一 这个系列的技工啊 出了很多部 部部都是美女如云 但最仰眼的还得是第一部 虽然呢有些剧情比较雷人 但里面的人也是真美啊 陈子涵的胭脂 黑化前是温婉的美 黑化后是霸气的美 穿着嫁衣撩开盖头那一幕 我觉得呀 李修远你多多少少有点不识台去了 这么美的新娘子都不要 白灵白雪两姐妹 一狐一兔 一个妖妹一个可爱 我从未如此喜欢过一部剧里的妖精 其他角色呢也是各有各的美 图里曼的秀莹 演个女鬼都那么清新脱俗 董璇的明珠 演个棒筋都那么甜美动人 许玉莲这样的好媳妇 每一集都让我心疼 张萌的新兰 美得我差点都没认出来呀 宝莲灯 围绕沉香旧母的故事展开的宝莲灯 里面的美人呢也很养眼 那时候才18岁的熟唱 颜值演技都不在话下 头上那毛绒的发石 我真的好想去摸一摸呀 而她的情敌 林香彬演的丁香 真的就像丁香花一样美丽圣洁 这里面美得让我一不开眼的 非颜单沉的嫦娥莫属 抱着兔子的样子 气质温婉 算是历代嫦娥中出挑的以为了 韩国女星朴世妍演的三圣母 戏份虽然不多 但每次出场都让我难忘 秀美古典 放在一众中国美人中 完全不违和 包括刘晓星演的王母 虽然有一丢丢的烤人艳 但气质还是无法抵挡的 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美丽的仙子们 开盘桃盛会的时候 这就是我梦中的仙境吧 而且这里面 还有史上最帅的二郎神 他 司法天神杨茧 俊朗霸气 将军以一己之力 让大家心目中的反派 扭转成了正派 让俊美如天神这个词 得到了现实的验证 这些全员美人的神话剧 有你的回忆吗 好了 本期的美人就到这里 下期全员美人系列再见